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的是 我有点感冒 所以我这个鼻子 鼻音很重 堵得很厉害 但是呢咱们节目还得继续 我买一包这叫什么牌子 这个inhaler就是吸入器吧 据说是这个鼻子堵了 闻一闻就可以通 结果闻房好像更严重了 没关系 我看后期是不是能切一点400Hz 给稍微的处理一下 咱们今天看的这个插件呢 是一个简单的来自于 Noise Ash的Stereo Finalizer 专门给我们做立体声生产的 简单好用 咱们赶快来看一看 这个立体声生产的插件呢 很多人都特别喜欢用 但是呢我经常听到一些 就是用的有点太过分了的 这么一个这种作品 所以大家用这个东西一定要克制 它的目的是能够帮你 把你的混音中拓宽出一定的声音 但是一定要注意的是 在你混音中 如果你有人声 或者是有低鼓 均鼓 这种特别核心的要在中间的 最好不要用立体声去处理 咱们今天看的这个插件 插件呢来自于Noise Ash 不知道为什么 我每次看到它们这个logo 想起别人金刚 我觉得特别的像 那个风格 包括它们的光影投射 也都是 这个插件呢 其实唯一一帮你做的 就是调整你的立体声的生产 但是它的功能呢 还是比较全面的 它里边有很多预设 你可以直接去选一个 你会觉得比较好的 从操作方面来讲呢 所以基础的输入和输出 都在左右两侧 接下来呢 这个呢 是帮你调整你立体声的 这个生产的宽度 你可以把它推到最多的时候 到200 从100到200 如果你把它推到0的话呢 就肯定变成单声道 一会儿我们会听得到 这个Master和White Only的话 是这样 你可以只听White Only 如果你是把它用在 发送轨的话 当然你要把Mix 变得最大 这样的话 你听的所有都是诗声 Master呢 是等于是两个声音都有 接下来你用这个Mix 可以慢慢把它混回来 接下来这三个纽 是我们经常提到过的 一个叫哈斯效应的 这么一个技术吧 它通过两边 声音稍微的一点 小的延迟 帮你做出那种 立体声的声唱 这个呢 并不是它唯一的算法 它这里面有自己的 这个立体声的算法 同时加上这个哈斯的效应 你可以把这两种效果 叠加起来 第一个呢 是控制它的这个 Processed Amount 就是处理的程度 用哈斯效应的 整个声音处理程度 然后呢延迟 因为我们知道哈斯效应 是靠延迟两边的声音 不一样来带来的区别 所以呢 你可以去通过这个调整 它基本上它的程度吧 然后第三个就是Dimension 它是一个调整 你的第一时间反射的 这么一个小的参数 我们一会可以听一下 咱们先把这哈斯的效果关掉 来听一听本身自带的 这个默认的效果 是什么样子 我先把它放在 Mix差不多15%的样子 听一下 这Mix你可以推高一些 好我们刚才听到了 很重要的是 你一定不要把这个Mix 混得特别多 你会发现它这个特别有意思 第一格1% 2% 3% 4% 网上呢 它是一个非线性的一个调整 它到一半的地方只有17% 然后呢 接下来就很快的提升到100% 它的目的呢 就是让你能够微调的 去选择一个很合理的一个范围 基本上10%可能会好一些 然后配合上面这个 Stereo Width去调整 我们先只听一下诗声 我们把Mix放到100% 你现在听到 就是100%处理过的 宽的信号 听起来并不是很好听 因为缺少了干声的 那个特别特别核心的声音 接下来我们把这哈斯的 这个效果搁进去 你会发现多出来了一种 它用中间的声音变出来了 另外一个立体声的声音 叠加在它处理过的这个效果上 听起来好像稍微的干净了一些 接下来这个Mode Type E23呢 它的功能是其实就是一个 哈斯效果的延迟的程度 短中长 效果稍微有一点点区别 我这块就不一个一个 去给大家演示了 那你首先可能会意识到的 一个问题就是 刚才我们说了 低谷不希望让它变成宽的 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Process Filter去调 我现在放 你听到还是完全的失声 就是处理过的信号 你会发现你现在没有再处理低谷了 有一点点 这边高切 所以呢你可以用这个滤波器 去控制你到底处理了哪一部分的信号 这样的话把你的低谷留在中间 很重要的位置 然后接下来这个Focus呢 就是你的声音处理的声音 集中在低谷 或者是中谷 或者是全谷段 听一下 你的你的低谷 因为现在没有特别多的低谷 所以你听得稍微有点奇怪的声音 放在低谷的话 把这个拽回来 wide 所以一般你可以把它放在mid 我的建议是 这样的话可能会听起来稍微好一些 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mix还回来 咱们就放在10% 把这个都调回来 我们听一下干湿信号混合在一起的 是什么样的声音 是原来的 现在可能不是那么明显 咱们再稍微加一点点mix 我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我是靠这个软件的这条横线 看看它这个左边输出输出是不是平衡的 你也可以经常用这种奇怪的方式去对比 因为对这两边离得太远了 OK 这样的话我们的背景音乐会稍微的宽一些 就是如果把人声放回去的话 你会发现加了宽度一些的背景 尤其是做贴唱的朋友来说 加了宽度的一些背景 会给人稍微的让开一些空间 听一下 如果没有的话是这样的 因为我会发现 因为我会发现了 因为我会发现了 我会发现了 我会发现了 I learn the hard way not to trust anyone I'm not letting anyone get too close I'm a wild one, I'm alright, love on my own You probably think I'm hurting, but darling I'll be fine It's just a little heartbreak, when heartbreak fades with time 所以稍微的会让你的,尤其是你有立体声内容的时候 会让你的立体声稍微的快一些 可以能够帮助你辅助这个整个人声的这个氛围 所以这个就是来自于Noise Ash的Stereo Finalizer 算是立体声处理器吧 如果你有他们的插件套装的话可以去试一试 我觉得效果还可以 好吧,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 感谢大家支持,别忘了订阅频道 咱们下次再见,好好学习,天天爽 拜拜